建国科技大学师生研发团队参加2015澳门国际创新发明展 一举拿下五面金牌 五面银牌及一面铜牌 以台湾代表队获奖最多的单位凯旋归国 此次获奖作品有许多都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这次我们建国科技大学总共有十件作品 去参加这一次的澳门第四届国际发明展 这次我们谁叫做大网关 得金牌最多的五金五银 还有好几个大概八个特别奖 所以整个是大丰收 那么这些产品大致都是来自于一般日常生活用品 因为我们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我们只要把人性觉得不方便的地方 把它发作方便 这个就可以当作创意 有时候开车进来的角度不一样 然后所以会变成说距离会有差 然后让人家说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按到那个按钮 然后有时候取扣不成反而去物财煞车车 然后造成危险这样子 然后我们设计就是说利用一个超音波去感测车子的距离 然后当就是依车子的距离的不一样 然后去伸出我们的这个台面这样子 黄清禾副校长指导学生研发的智慧型停车场入口出票机 解决一般传统收费停车场出入口票机所造成的不便 还有师生共同发响的免于尴尬的电梯 让搭电梯的民众一眼就知道要踏入电梯时是否会有超重的窘境 有一个称重的技术嘛 然后我们每一层楼快到达之前 其实每一层楼都会秀出现在那个电梯能够再承载的重量是多少 比如说只剩下30公斤 你自己自由 你的重量是50公斤 尤其女生你50公斤你不会再走进去的 因为你只剩下30公斤的重量 然后你现在我放进去的时候 这代表说假装有人进去里面 怕是你的重量会不会是显示在这上面 当它今天满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10公斤左右 就是里面就是满的状态 这些设计都是学生自己动作做的一个作品 那原则上来讲就是说 我们提高学生的一个创意 那将来毕业以后呢 他们在就业上面呢 也可以比较能够到研发单位去担任工程师 做设计的这个重要角色 建国科技大学研发团队优异的表现 在于平时用心观察周边事物 创新思维 以精心研发 改善民众诸多不变 这也让学生有更多历练的机会 公益频道林俊敏 彰化采访报道